大家好,我是杰西 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人情味这个字 今天开始的话 其实想说每天都放一个单字片语 来帮助大家 每天都接触一点点英文 今天要讲的这个是 在上课很常被学生问到说 老师,台湾人很有人情味 要怎么说 英文其实没有直接人情味这个单字 那问了一下那个AI Bard 它有几个用法 跟我上课回答的 也差不多可以给大家 提工作参考一下 好,首先你可以说 Tinese people are known for their hospitality and kindness 好,什么叫hospitality呢 就是好课的意思 人家到人家来做课 这个台湾的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 就吃不下 还是要再吃再吃再吃 尽量尽量吃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是hospitality 好,跟kindness很善良的 人很好的这样子 那be known for这个片语一定要记住 以什么什么文明 好,那杰西在跟玄姐 这时候也常讲到这个hospitable 好,就是浩克的意思 你可以用这个字 好,那这个有一点难 对不对 简单一点 你就可以说 Tinese people are warm and friendly 好,很和气又很有善 你说这个 可是好像好像回答 不讲不出来这个人情味 好,那你也可以说 Tinese people are always willing to help others 好,台湾人都是很乐于助人的 这样子 好,那更简单一点 Tinese people are kind and helpful 好,这个都可以讲出这个意思 好,最后这个部分就是杰西 为什么讲到人情味这里 好,就是因为讲到这个部分 Tinese people are known for their human touch 好,human touch的话就是 人性化的接触 就指着非常有人性化 台湾人人性化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 对不对 但是它其实就是 平意尽人 善解人意 对别人有同理心 愿意去帮助别人 这样 这个叫做human touch 好,那这个时候很好笑的 就是我写到这边的时候 我是在脸书上先写的 好,脸书上它有一个tip 就叫杰西发文的时候 Add a personal touch to your post With feelings and activity 好,就叫杰西 加一点个人化 这个叫做personal touch 好,刚好对应 呼应这个human touch 是蛮好玩的 好,那它 我觉得Google AI bar 有一些聪明的地方 就是它知道说 你看你这么讲 可能外国人还是听不懂 所以你要举一些例子 他们会觉得更容易懂 好,比方说 A Taiwanese person might help a lost tourist find their way 好,台湾人就看到有人迷路 对不对 就可能会帮忙 带他们去他们想要的地方 然后这是杰西会做的事 这就叫human touch 好,A Taiwanese person might give up their seats on the bus for an elderly person 台湾人可能会让座给老年人 我也会做 我可以讲的是human touch 相信大家都会做 对,杰西举一个夸张点的例子 就是杰西一个脸呢 就是我知道路真的 常常被问路 我问过很多人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路上会被问路的 杰西是很常被问路的 最高纪录 还有在捷运站上面的公车站 被三个人同时问路 一个人问了之后 另外一个人可能看杰西 然后再告诉别人 然后另外一个又来 然后另外一个又来 好,大家就是 好,要问路请来找杰西 虽然杰西有时候也是拿着 那个Google map在问人家 对不起,我很不会看地图 我看到Google map 可是我要去这个地方 怎么走 这样子 好的,今天的礼拜六的这个 人情味就到这边 好,这个human touch 就是善解人意的意思 你也可以这样子用 Taiwanese people are known for their human touch 但你不能说 Taiwanese people are human touch 是不一样的 是以什么文明 不能直接这样子用 行动词的话 就是kind and helpful worn and friendly 这样都可以用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人情味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